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是权益之计 而是长远大计 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享有高度自治权 只要毫不动摇坚持一国两制 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香港多地视察 并作出重要讲话 而当中很多根据迅速传播深入人心 中联办今天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参加 香港各界学习宣传 贯折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就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作出深入解读并提出他的三大体会 第一 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 关于长期坚持一国两制的重大论断 进一步坚定一国两制制度的自信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 一国两制事件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明确表示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必须长期坚持 历史性的回答了一国两制要搞多久 这一重大问题 必将对一国两制事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一锤定音给香港派了一记定心王 极大增强了香港同胞和国际社会 对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信心 那些担忧一国两制方针 以后会变的朋友 现在可以安心了 那些抹黑一国两制的谣言 更是不攻自破了 第二 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阐述的一国两制重大原则 始终把准香港前进的正确方向 认清一国是本是根 香港一度出现的错误认识和社会乱象 根子就在于偏离了上述重大原则 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第三 深刻领会习近平主席 对香港发展的殷切希望 奋力开启香港油质极星 新篇章 早力提高智力水平 使香港油质极星的迫切需要 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 香港各界要善于把握战略机遇 以苏州过后 无停打的紧迫感 距离会审谋发展 有约200人出席座谈会 他们都表示受到习近平主席讲话的鼓舞 并对香港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发表自己的看法 要使一国两制环环紧扣 保持它的完整的体制 就必须由爱国者治港 这次事关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事关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 吉主席表示 香港科技工作者 使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吉主席的鼓励和肯定 让我们香港科研工作者 顺受鼓舞 为香港创科发展 鉴定和信心 如今香港仍然 拥有稳固的国际地位 雄冠全球 世界一流 用实力向全球证明 一国两制是成功的 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必须长期坚持 吉主席这句话 为香港市民 为国际投资者 打下了强心针